《两个福建人大战天津城》 《业参谋长刘亚楼》为福建省武平现任 国民党首成一方的总指挥是天津城坊总司令陈长杰 为了福建敏侯人 刘亚楼是苏联福音之军事学院毕业 陈长杰是保定军校毕业 两人熬战天津城 陈长杰声称天津城坊已经堡垒化 不若金汤 刘亚楼如何破了他的堡垒化的城坊公式 成为博取天津城的关键 1949年1月3日 六宗司令员洪学智 正在检察部队攻北平成训练情况 突然四野总部发来一份电报 已宗时期时 目前需准备参加攻天津 在突破后进入纵深进行街巷战斗 干事目前应加紧准备 在天津总攻击发起前两三天 在命令开到天津附近 该是目前应加紧进行战术 与政治的准备和动员 原来刘亚楼看上了洪学智的十七师 并且担任天津战役的总预备队 刘亚楼在四野这么多个师中 为何单单挑出六宗十七师 因为十七师是一支能打善战的部队 号称攻坚老虎 他最善于攻减 无论多么坚固的城防 到了他们手中 都可变成一堆废墟 1947年6月在四平攻坚战中 这个师就是战斗的总预备队 活捉了敌军长陈明仁的亲弟 特务团团长陈明信 并歼灭敌七十一军军部 在辽审战役中 该师又奉命担任锦州攻坚战的总预备队 在纵身攻坚战中 他大胆插入 发展迅速 被破城和巷战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个师为什么如此会攻减 因为他的多数战士都是煤框框工脱身 人人会打仗 这个会爆破 都是一流的爆破高手 十七师是六中了一支铁拳 临时调他去天津 司令员洪学志多少有些舍不得 但是面对任务 他还是选择了坚决执行 立即对十七师做了部署 为了攻下天津战役 六中政委他传珠亲自带队 一月十四日扶晓 全师在师长龙书景 政委徐滨州带领下 静置天津西郊朝米殿一带 上午时时 刘亚楼下令对天津成员开始总攻 大炮怒吼不到一个小时解放军就突破了陈长杰的城防 向着纵身跃进战局发展太快了 十一时 刘亚楼下令龙书金十七师立即投入战斗 接到命令后 十七师四十九团迅速出发 投入战斗 龙书金亲自带领四十九团 其师属炮兵 从一众两个师的结合部中的一条狭小的交通豪吐了进去 打进了市区 在两个小时内 他带着的三千二百名官兵 全部通过了交通豪 他们本来是一众的预备队 居然打到了一众的前面 一众的指挥员马上大叫起来 怎么搞的 预备队打到我们前面去了 这咋行 完全乱套了 他们也想争夺第一呢 一众司令 袁李天佑于是找刘亚楼告状 刘亚楼哈哈大笑 是我下的命令 这时龙书金率领第四十九团 已经攻克了西门里自来水场 接着又直奔海光寺一席 经过激斩 先后攻克南开中学 兼敌八百余人 随后 龙书金把师指挥所 就设在了南开中学 而第四十九团则继续向纵深发展 当他们达到天津电车公司时 才遇上一颗硬钉子 被敌三三三师一步锁锁 这个电车公司的广场上布满了钢筋水泥的碉堡 还有电网 铁丝网纵横交错 第四十九团一营三连受到敌火力袭击 指导员王文的下令 两排正面阳攻 三班绕倒到敌大楼后爆破 三班是有名的爆破班 班长宁西林 副班长颜克林 带领十二个人 全班扛了十包 每包重十公斤的炸药 向大楼后面插去 宁西林扛起炸药包 第一个冲向大楼 轰 一声巨响 敌人的大楼炸垮了 机枪燃了 与此同时 广场上的几座 碉堡也被其他战士炸掉了 全连一拥而上 迅速攻占了电车公司阵地 此时 天津手敌已陷于一片混乱 四十九团迅速向罗斯福大街 巴厘台奔去 从多个方向展开了进攻 一月十五日凌晨二时 喜讯传来 解放军攻城的东西 西两路大军 在金汤桥胜利会时 陈长杰的防御体系 已被刘亚楼拦腰斩断 并被分割成了无数个碎块 此时 龙书金还只用了 第四十九团 一个团投入了战斗 四十九团听到胜利的消息 抓紧十几项海光寺核心攻势区发起了强攻 兼敌四百余人 一举拿下海光寺 之后又分别占领了南海大学和森林公园 在森林公园辅敌两千余人 接着雨敌再向交场激战 辅敌八四十残部一千余人 之后向万全到中央医院发展进攻 全坚守敌 上午十时 陈长杰的司令部被李天佑移送攻破 他本人也当了俘虏 守敌完全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 时到下午一时 龙书金才下令十七师的另外两个团 第五十团 五十一团进入纵深作战 这两个早已别服了计 立刻向蒙虎式的扑向敌人 他们越过新开河 横扫英法租界 打得敌人丢盔弃甲 兼敌三千余人 下午三十 天津战斗胜利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 十七师一共兼敌八千四百四十一人 战后 刘亚楼见着六宗政委的传出 笑着说 来政委 你们给我打埋伏呀 我下令十七师投入战斗 你给我只放进一个团 战斗快结束了 才把另外两个团放进去 幸亏陈长杰我这个老乡不惊大 不然不被你们坏了大事啊 龙书金笑着说 我们红司令人舍得的十七师 来政委更舍得呢 是你留参谋长面子大 我们才把一个整团全部放了进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